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次是耀科技 我是蒋泽宁 前段时间我们对索尼WF-1000XM3这款真无线蓝耳机 进行了一个拆解体验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这里的传送门进行观看 对于这款耳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除了在软件方面有一点小问题以外 整体的表现符合预期 这次它的迭代产品WF-1000XM4终于来了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索尼的产品 加上上一代的电池仓尺寸稍微还是有一些大 携带起来比起一些小巧的同类产品来说 会占用更多的空间 所以在看到WF-1000XM4 官方渲染图的第一时间就很想上手 到时候发现比想象中要更小巧一些 虽说索尼每年在耳机方面 至少发布两款几件产品 但对很多期待WF-1000XM4的索粉来说 称得上一句九汉风铃 因为过去的一年时间里 虽然陆陆续续有所谓M4的信息爆出 但M3发布却已经是2019年的事了 那么在这里我就通过一些日常的体验 和一些使用感受来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经过了两年的打磨 索尼的WF-1000XM4 会给我们一份怎样的打卷 先看一下包装 包装确实有点可爱 因为8个边角都做成了圆角 还有一个圆角矩形的小提手 很像那种美式卡通里的手提包 外面这层跟妖风一样的宣传物料上 用了一些著如 HIRIS小金标认证 业内领先的降噪 8加16小时的理论续航时间 包装详情等信息 剩下的就都是不用看系列 HIRIS 我好像是第一次在索尼的真无线来耳机上 看到HIRIS的字样 那聊这个我可就不困了 音质方面应该是值得期待的 那待会我们再做详细的测试 把这层妖风揭开之后 包装上的细节还是有的 可以看到是有一个凹陷的1000X系列的印花 应该是为了不使用油墨 这个包装盒的材料方面 看上去是用一种复合材料制作的 摸上去也是可以感觉出来的 既然不是塑料 也不是普通的木浆纸 咨询了一下索尼的工作人员后得知 这是一种他们自研的环保材料 毕竟现在环保不仅是在新闻商听听 就算说说而已 很多厂商也都有在实践 索尼在这方面做的也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看一下电池舱 不对比感觉没有那么明显 一对比下来就个头来说 这一代的电池舱确实比上一代小了一大圈 我们这次拿到的是黑色版本 电池舱在整体的配色上 取消了上一代的黑金撞色 而是做成了统一的雾面黑色 但在顶部保留了金色的索尼logo 虽说少了一种艺术气息吧 不过带来的好处是 光感方面的一体性更强了 顶盖的直角也改为了一定曲率的R角 加之表面的涂层兼过了阻尼和触感 使得它在握持时手感更加的温润和谐 正面的接风处仍旧是优良传统LED的指示灯设计 背面是一个Type-C充电接口 底部则是型号电压制造三种信息 电池舱就设计语言来看 较上一代可以说是变化非常的大 不管索尼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就当便携性来说确实是好处了不少的 打开顶盖 顶盖在接近90度的地方做了一个段落式的阻尼 感知不是特别的强有一点肉 整个电池舱内部除了6个充电触点之外 是有别于外部的 介于亮面和雾面的纯黑 顶盖内部也像上一代一样做了对应耳机形状的凹槽 下方则是常规的耳机放置部分 看一下耳机本体 首先是体积方面比上一代也小了一些 然后就是这个非常扎眼的蒸汽朋克式设计 可以说是想忽视掉的非常困难 虽然说整体外观相比上一代有非常大的变化 机身变得更小巧 更加紧凑 但这个小金圈实在是太吸引眼球了 至于它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我们待会再看 耳机顶部是一个面积较大的触摸识别区域 因为边缘的一圈是几乎无法触发的 手指点按中间部分时才会有语音反馈 侧边这里是品牌logo 中间是像缩小版的C口一样的麦克风口 耳机内侧则是型号 场地 电压等信息和充电触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WF-1000XM4的耳塞质感 相当的出色 使用的好像是记忆棉一样的材料 带入耳道时的异物感非常小 默认是佐耳轻触切换降噪与环境声 针对索尼耳机的Handphone Scannet APP中环境声模式不仅保留了20级可调范围 这个优秀的特性 对环境声的识取也叫上一代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与此同时更新增加了一个光注语音的选项 打开之后会适度增强周围环境中的人声 使用户需要与身旁的人进行对话时 也能听清楚对方的声音 而不至于要摘下耳机才能进行教堂 当然开启APP中的智能免摘功能后 播放音乐或视频时无需手动暂停 耳机在识别到用户的声音之后 会自动暂停正在播放的媒体声音 并同时切换至环境音乐时 功能方面完成度很高 整个过程也足够无感 另外鼓传导传感器的搭载 通过采集骨骼的震动 来区分书画的声音和环境声 为嘈杂环境中的通话 提供了更清晰的声音 实际的效果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我们是在一个相对嘈杂的环境里面 进行通话测试 先听一下通话质量 现在我们是在一个相对嘈杂的环境里面 进行通话测试 俯听一下通话质量 实现上述几项功能的 正是前面提到的无法忽视的小金圈 当然还有一部分软件的配合 说实话我以前认为索尼的硬件 虽然向来都比较出色 但是软件的配合上就没有那么好了 那么以上的功能能够最终呈现给用户 说明索尼在软件上或许也开始发力了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 这个小金圈的外形确实是比较特别 因为其中集成了4个麦克风和传感器 所以体积和外形能控制在这个程度 还是可以理解的 体验到这里 本来是想说一句完美无缺的 但我们细心的小伙伴 还是发现了一个 不算太影响使用的小BUG 就是在开启黄金音模式时 手机在解锁和锁屏时发出的声音 会暂时打断这个模式 等锁屏音播放完之后 就会及时恢复 早看人家吃草 中午也来吃草 你晚上还要吃草 吃点牛排 明天吃草 明天给我去吃牛排好吧 好明天做 虽然我们知道这么强的黄金音时取 是有软件的因素在里面的 不过还是希望索尼在后续的固件中 可以将软件的痕迹抹去 降噪方面 既然包装上写了业界领先的降噪功能 先不管是不是在吹牛皮 整个具体看一看是不是有真家伙 另外我们也比较好奇 这一代的M4 在降噪方面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 因为上一代在降噪方面做的 已经是很不错了 不能说是莫秒权吧 但至少也是高度可用 且好用的 同样是典型的几个场景 空间有限 键盘声和焦糖声不止的办公室 测水马龙 噪音声巨大的城市主干道 我们日常生活中噪音比较多的 也就是这几类场景 首先办公室因为空间相对比较小 说话的人一多 常常是需要提高嗓门讲话 对方才能听得见 很像是那种课间休息时 教室里最大量焦糖声 造成的那种闷在里面的噪音 然后是马路 相比办公室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空间 但这里的噪声音量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车噪和风噪 用环境音模式也可以听得出来比较刺恶 明天吃早明天给我去吃油牌好不好 明天做午吃 答案是什么 毫无意外 办公室这种程度的噪音可以说是切菜 马路边的场景开启降噪模式后 也几乎只剩下了一点点风噪和车噪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自动风噪降低模式 看描述是可以自动监测风噪并进行过滤 打开之后我们再来听一下 风噪瞬间消失 此处应该有一波 索尼你必有了 在以上几个产品中 搭载了索尼最新研发的集成处理器 V1的M4在开启默认降噪模式后 首先对比自身的黄金一模式 效果是比较显著的 前代的效果虽然也不错 但是对比之下还是M4更强一些 因为考虑到这可能还不是M4的极限 毕竟不仅是V1处理器 还配合了6毫米的驱动单元和降噪耳塞 大家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不仅频率很高 而且会让人产生一些焦躁不安的情绪 M3的效果还不错 不过噪音还是能比较清晰的听到 而M4的表现虽说不上完美 但这个噪音已经是小到可以无视的程度了 我的主观感受是在这种比较极限的噪音环境下 对比前代M4的这样的效果更到位 也更暴力 相信大家也应该能听得出来 那么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音质部分 官网上说这个6毫米的新开发驱动单元 是配备了一个高柔性震膜 那熟悉我们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我们从来都是实践出征制 不服就干 这个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具体到这两款耳机的听感对比的话 也可以听得出来 M4的优势比起降噪环节是更加明显 可以听得出来 只是我M4的表现 高音确实是还原的比较好的 极少失真 低音更是惊艳 胡蝶没想一次就有哀一拳的感觉 我在上一期视频中也描述过 我对低音的追求是那种疯狂的下沉 这一次确实是有爽到 360度临场音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 因为我们控制的变量是相同的音量 但可以明显听得出来 M4带给我们的声音不仅是立体感更强 性照比也更高 因为我对音质的要求本身就比较高 而且在M3那期视频里 我对M3的音质评价是符合预期 而这一次的M4算得上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小小的总结一下 我觉得这款耳机比较适合听古典 或者是电音等大量高低频交错的音乐类型 人声的话建议听阿卡贝拉这种欢快一些的 当然实在要用它来听中频人声的话 推荐德云色的每一场风箱演出 中频很棒 因为上一代的DCHX音质增强技术 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这次的M4上则带来了它的升级版 DCH Xtreme 我们这次特地找了一首比上一次体积更小 音质更烂的全损音质歌曲 不到三兆 在打开DCH Xtreme 选项之前 我们先来听一下 怎么样 一言难尽是吧 那我们打开DCH Xtreme 之后再来听一下 完全不错 这要速言详 听起来 直到DCHXX 现在我们先看到一个第二位 采点 XtreME 之后 我觉得应该是这款耳机能实现的极限了 说不算太好 但比起打开之前已经是好很多了 个人认为至少也是达到了能听的程度 当然也希望索尼在这个方向上加大力度 毕竟这项功能确实感知很强 整体看来HIRIS的认证 无论是对索尼自己还是对我们消费者 都是值回票价的 如果需要聆听更多优质HIRIS音乐 建议大家下载索尼精选HIRIS音乐APP 海量HIRIS音源可供选择 虽然说消费者没有义务知道 厂家对这个或者那个功能做出了多少努力 但就事论事 落实到实际听感上确实很不错 官方说的对音源的采样率和码率提升有6.5倍 实测下来的感觉稍微是有一点夸张了 不过考虑到我们通过人头卖也是方路 实际传到耳朵里面的感受 我在这里描述的再添花烂醉 都不如大家去实体店里面感受一下 听一听来的直接 然后说一下佩戴感受 由于这一次的耳塞 无论是材质还是做工的都很不错 对隔音和佩戴的稳定性 相信是有所帮助的 所以像我前面提到的异物感不强之外 戴久了也几乎不会出现耳道双痛的情况 除非你对听音乐过度依赖 连睡觉都戴着 那么第二天起来 要么就是掉了 要么就是耳朵很痛 另外使用Handphone Scan App 可以检测和建议耳塞的最佳尺寸 觉得默认的不合适 也不用仿佛尝试其他尺寸 APP会告诉你 对于耳朵的契合度是这样 由于这个耳塞比常规的要厚一些 佩戴时需要捏一下 它是一种慢回膛的材料 捏一下放进耳道 再像这样旋转一下就可以带稳了 稳定度还可以 平时上班上学 跑跑步 骑个车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也不会掉 总的来说 只要不是过于剧烈的运动 像急性运动 或者是搏击之类的 普通的运动还是比较稳的 再有就是IPX4的防水 也是标配了 没什么好说的 没有的话才是有问题 快充和无线充电也是一个不差 快充的速度也有提升 5分钟的功夫 大概可以充到能用个把小时 拿来应急也还不错 总的来说 这款耳机给人的感觉是 除了它在外形上 确实有点特立独行 其他方面 像通话质量 保持了索尼一直以来的高水准 音质和降噪 对比上一代产品 也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这个价格能给的都给了 产品力还是很强的 结合价格的话 个人认为还是物超所值的 但就产品调性来说 还是偏极客风格的 每一项特性 几乎都在展现硬实力 喜欢硬核技术的小伙伴 我觉得这款耳机是不容错过的 文艺青年仍然推荐 但这类人情可能对外光 需要斟酌一下 不过也可能因为我这个是黑色的 看上去比较酷 女生不知道会不会喜欢 不过白色款在视觉风格上 就柔和了许多 可能更加适合女生一些 话虽如此 针对各个人群 M4的使用场景 其实也可以非常的多元化 由于优秀的降噪和IPX4防水的加持 比方说在嘈杂的工作环境中 也可以通过清除耳机 瞬间为耳朵开出一番净土 或者在运动时挥散汗水 也无需担心净水问题 再简单说一下续航 官方宣称是当次8小时加上电池舱 共计24小时的总续航 实际测试下来一天内 不会让我出现什么电量焦虑 加上前面提到的快充速度 也足够能拿来应急 并且因为支持了无线充电 日常工作的时候就扔在无线充电板上 体验上就是时时刻刻都是满电状态 引起舒适 因为相比上一代更快的快充 更小的体积 还加入了无线充电 耳机本体也做的更小了 降噪和音质也都更好了 这样看来我觉得不仅没有所谓的阉割 包括电池舱在内的整款产品的精神度 也都变高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我对这款产品 还有什么没有说到位的 也欢迎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留言 我是蒋在宁 我们下期再见